这场魔术遭到了陷害 女人被装进盒子里 魔术师瞬间挥刀划过 整个盒子随着魔术师的动作 开始左右移动 接着 他将盒子直接抱到观众面前 展示里面的头颅 女人在盒子里俏皮的眨眼 最后 他将盒子放了回去 女人竟然奇迹般的恢复过来 这个男人就是世界著名的魔术大师 杰克 他名声显赫 拥有无数粉丝 每一次表演 都能赢得满堂喝彩 可是 这样的声明却引起了第二魔术师的嫉妒 在接下来的魔术表演中 杰克按照惯例被吊到空中 这时 有人悄悄登上高台 剪断了悬挂杰克的绳子 杰克就这样遮入水池 并导致脊椎折断 从此沦为膏位解弹 脖子以下的部分完全不能动弹 12年间 一个叫小美的护士 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她的起居 替她刷牙 擦拭身体 清洗头发 甚至鼻子发痒 也只能让小美去帮她挠 可这样的生活好像并没有达到杰克 他出过书 还开办了电台 鼓励过无数像他一样的残疾人 使他们重获新生 可是这天 杰克就叫来了自己的律师 律师既惊讶 又对他的决定深表理解 原来这些年 杰克无时无刻不回在痛苦之中 身体不能动 所以背后经常生入床 像个废物一样 每天只能接受别人的照顾 最绝望的是 他再也不能表演魔术 杰克觉得自己的灵魂 被困在了这具麻木的身体里 现在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因为他的各个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要不了多久 他却只能依靠机器活着 如果是那样的情况 那他宁愿提前体面的离开 然而 印度的法律却不允许安乐斯 律师的上诉被驳回了 但此事却成了当地的重大新闻 一方面 人们议论纷纷 因为此前 杰克都是被当成了坚强生活的典范 另一方面 人们对于安乐斯的态度 开始出现了争论 小美看了新闻的时候 瞬间红了双眼 第一次 他没有听杰克的吩咐 而是头也不回了离开 小美照顾了他整整12年 他曾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杰克活下去 对杰克的选择 他不理解 也不舍得 杰克没有得到法律的允许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通过一场电台投票 来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然而令杰克倍感意外的是 那些曾经受到鼓舞的听众 曾曾表示 不同意杰克的决定 有人懂之以情 有人小之以理 总之 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理解或者知识 直到杰克接到最后一通电话 来电的人 正是杰克之前的助手 也是他曾经的女朋友 这是史上最惊险的魔术 男人被缓慢掉的半空 这时 有人突然剪断了绳子 魔术师瞬间从高空坠落 刚为结坛的杰克 在电台发起了一场 有关安乐死的投票 节目最后一通来电 是他的前女友 所有人都不同意杰克的决定 我有前女友 对此表示的支持 他曾经是杰克的助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杰克当年站在台上 是多么的有魅力 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些年的杰克 活得有多么的绝望和痛苦 电台的播出 让杰克或多或少 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 于是 他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决定亲自出席法庭 杰克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威风拂面 百鸟盘旋 笑容满面的孩子 坐在爸爸的车上缓缓驶过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 杰克心情大好 直到他看见田野里的稻草人 杰克觉得 自己就像这稻草人 被定在不能移动的躯体里 法院外围满了记者 好不容易来到法庭的杰克 却被以检方需要更多准备时间为由 延期了庭审 幸好 不久之后 在法官的通融下 庭审受在了杰克的家里 杰克的律师率先表明 一个人在抑制心形的状态下 提交了安乐斯的深情 那他必然忍受了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痛苦 接着 杰克的医生也表示 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就连小美都对此表明了真实的态度 可检察官却看着小美漂亮的脸蛋 对她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听到这里 律师将杰克的财产明细递给法官 原来 杰克的积蓄早就所剩无几了 律师告诉法官 如果有一个人在杰克的生命中 爱她甚至超过自己 那么这个人 就一定是小美 最后 轮到了杰克的母亲 当检察官询问她 是否同意杰克的安乐斯 甚至 是否愿意帮助杰克安乐斯时 她点了点头 听完了所有的证词 杰克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要在法庭上 给大家变一场魔术 魔术很简单 杰克让检察官钻进木箱子里 然后盖上箱子 等待60秒 可时间还没过去一半 检察官就受不了了 检察官终于哑口无言 然而第二天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滴雨水滴在男人额头 他的脑袋左摇右摆 却怎么也避不开这个雨滴 但是命斑了一边诅咒 一边忍受着雨滴的攻击 因为她的身体从脖子以下 就没有办法动弹 整整一夜 杰克在雨中的祈祷 没有任何一个人听见 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美来上班 才发现了杰克的异样 她神志不清 说着胡话 昨晚 一个小小的雨滴将她的尊严 早得一点不剩 而等杰克醒来时 等待她的 却是另一个噩耗 她的母亲去世了 或许她无法承受 儿子离去的伤痛 又或许 不想让杰克将来孤单 所以 她先一步离开了 葬礼上 杰克流着眼泪自嘲地笑了 她甚至需要被别人拎着 才能在母亲入病时行礼 葬礼结束之后 杰克接到了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 电话就是陷害她的第二魔术师打来的 刚年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时过境迁 名利不再重要的时候 对方才幡然醒悟 而这一切对杰克来说 都已经无所谓了 杰克原本打算平静地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 可是这一天 小美的前夫突然找上门 看到自己的妻子 就是这样为了一个废人离开自己 前夫心有不甘 她将小美转到杰克眼前 杰克眼睁睁地看着小美受欺负 却根本无法保护她 别说保护了 她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在床上止不住地颤抖 然而 法院最后还是没有批准杰克的安乐斯 下着大雨的这天 小美终于回来了 她轻轻走进杰克 杰克看到她脸上挂着伤痕 但小美告诉她 自己现在终于变成了单身 不仅如此 她还告诉杰克 自己愿意帮她一把 可杰克知道 那一定会让小美坐牢的 杰克什么都不再说 而是向小美求了婚 当天晚上 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同时也是杰克的送别会 杰克换上魔术师的服装 和友人纷纷合影留念 而她的身旁 书液带里的液体 缓缓流进她的体内 故事的结尾 所有人都围在杰克的身边 送她踏上了 通往幸福的旅途 感谢您的评论 小美求 我们下期再见 Yetr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